蔡琼如率领教勇一同为此次一灾祈福 祝师下降到地上 世人在复活 世人在复活 在干旱纪念的几土 祝师下降到地上 祝师下降到地上 将世界化为花园 地上成天国 地上成天国 信仰主弟兄和姐妹 来听心远离正道 分析跟随主 即行跟随主 今日基礼坚固 明日将得成荣耀 归回到异殿 归回到异殿 属于主 爱荷华神康 神节合会终于 主使祂降到地上 死人在扶货 死人在扶货 好 那我们一起先攻读家庭示谋 家庭示谋 一 身为天一国的主人 我的家庭仅是以真爱为中心 富贵本来的互相 建立本来创造理想之地上天国与天上天国 二 身为天一国的主人 我的家庭仅是以真爱为中心 侍奉天父与真父母 成为天宗之代表性家庭及中心家庭 并成为家庭的孝子 国家的忠诚 世界的圣人及天宗的圣子之家庭 三 身为天一国的主人 我的家庭仅是以真爱为中心 完成三大信学圈 三大王权及皇族圈 四 身为天一国的主人 我的家庭仅是以真爱为中心 建立天父母的创造理想之天宗大家庭 成就自由和平统一与幸福之世界 五 身为天一国的主人 我的家庭仅是以真爱为中心 每日向着主体性天上世界 与对对象性地上世界的统一 促进前进性的发展 六 身为天一国的主人 我的家庭仅是以真爱为中心 七 身为天一国的主人 我的家庭仅是以真爱为中心 通过与本来血统连结之为别人而活的生活 建立一个心情无化世界 八 身为天一国的主人 我的家庭仅是以真爱为中心 迎接天一国时代 通过绝对的信仰 绝对的爱与绝对的服从 成就神仁爱一体的理想 并完成地上天国与天上天国的解放圈与释放圈 首先我们为化解新冠肺炎的疫情来做祈愿 我们一起来 祈愿这样的祈愿文 一而三来 慈悲伟大的各宗教 派门的教主 祝天众圣神先佛 祈求您化解新冠肺炎疫情 让许多人受到恐惧 苦难和惊吓的人能平安 祈求您的慈悲加倍 让我们具备勇 让我们具备勇气与智慧 面对疫情能够处变不惊 面对疾病能够冷静宽心 慈悲伟大的各宗教 派门的教主 诸天众圣神先佛 请您加持以庇护 让受益灾的同胞 生者能消灾免难 健康如席 让受益灾的同胞 亡者都能往生圆融国度 圆满无所归爱 慈悲伟大的各宗教 派门的教主 诸天众圣神先佛 我们要为新冠肺炎生病的朋友们 祈求祝愿 愿您以慈悲威力 减轻生病朋友们 身心的痛苦 让他们早日脱离危险 慈悲伟大的各宗教 派门的教主 诸天众圣神先佛 愿您慈悲加倍 保佑生病的朋友们 身心调和 安泰 从今而后 能得到安住的喜悦 能得到亲人的关怀 能得到朋友的祝福 并能培养面对未来的信心 更增加坚强的力量 身体从此早日康复 慈悲伟大的各宗教 派门的教主 诸天众圣神先佛 再次的请您加持与庇护 我要有积极的信念 祈愿能有再生的信念 我要更加勤奋 有生活的希望 祈愿更有向前的勇气 我要学习放下恐惧 害怕的情绪 祈愿能得到快乐 我要让自己的身心宽慰 平和 慈悲伟大的各宗教 派门的教主 诸天众圣神先佛 请求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 请求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 好 那首先我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母 以着感谢您的心情 来到 学门正宗的让一个道场 在此地 所有的宗教 不管是教会 堂院所 都可以在这样一个机会 在这样一个坛上 一起来献上 我们为了新冠肺炎 献上的祈愿祷告 愿这一切的灾难平息 能够得到更大 来自天父母 来自神的力量 充满在这世间 这是一个这么宝贵的时刻 也是一个充满您恩惠 而要来临在 在我们的国家 进而扩展到世界的一个条件 天父母 这真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所面对的苦难 但是 宝贵的是 你让所有的宗教 团结合一起来 你让我们国家的每一处 都充满了温馨跟爱 来赞扬 一个想要去改变 这个环境 想要为这个疫情 来祷告的心智 与力量 这是独么宝贵的事情 所以我们愿首先的 站在您的面前 用着一个更深刻的心情 来祈愿着 祈愿 真的站在所面对着 疫情病痛的人们 能够得到真正内心的平安 他们在面对身体的磨难的时候 能够拥有 可以努力 生活下去的希望的勇气 而面对在疫情所带来的恐惧感 以及不安全的这些内容 也愿你能够从人们的心中除去 你可以在每一个角落 因着看到爱的亮光 而可以让人的心 可以重新看到那个亮光 而可以想要产生更积极的 未来性 奋斗性跟信心的能量 天父母 我们也知道 真的在最前线努力的医护人员 对他们来说 要去冒着生命的危险 要着用苦口婆心的心智 这是独么的不容易 请愿你能够保护 保守着他们 让他们在这当中有平安 有着属神的爱 属神的一种健康 以及所有能够来呈现的 那种爱的信心 能够来成就起来 天父母 我们知道 在我们台湾 我们感谢 你可以通过主政者 你有新的转变 也是稳定的来发展 但是我们的心 还是不能松懈 能就带着 真的看到全世界所面对的问题 所面对的这个疫情的状态 而有更积极努力的心情 以及可以去奉献 而在这当中的 欧美的疫情的情况 我们真的恳求 有来自天父母 你的保护跟保守 让这个疫情 真正的能够平息 能够停止 能够得到最好的医治的方式 然而我们也知道 用着物质跟科学 乃是有很大的限界 我们希望 因着属灵的力量 因着能够来看到 这个背后的创造 天地的万物的神 以及所有善的灵界 善的一切的众先佛 也是想要 把这善的前进的力量 来给予人类 所以让人的心 可以重新的定位 重新的转变 重新的悔改 重新的 真的站在 不是只有物质 只有科学的层面 而能够重新的回到 更本质的内容 就是人的心性 天父 我们知道 你是给我们这一次的机会 让我们人类 重新回到 那个原点 你给我们一个 真的来看到 更深的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天父母 我们站在 首先我们 若是能够明白这一切的人的立场上 我们可以更大力的去宣扬 我们可以用着 因着由神力量的 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改变 我们也可以去改变我们周遭的人们 天父母 所以请让我们 带着首先 真的献上的责任的心情 带着想要去超越的心情 而真正的能够为这样的疫情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天父母 因为人类最初所盼望的 那就是在你温暖怀抱里面的喜乐 那种以着万物和和而 唯一的那种最美好的喜悦 能够回到 那个真的珍惜感谢 而周边的所有的一切 而带着最宝贵的初心的心情 在你的面前 而带着可以真的来拥抱着天父母 拥抱着人类的这种爱的一切 而真正的来成就这个理想 天父母 让这样疫情所代表的这个背后 我们可以反省悔改的心之后 能够再一次拥有重新的希望 天父母 因为我们渴望真的人类成就那个和平 成就那个爱 成就那个彼此可以用着真心的心情的去给予 天父母 我们也看到 或许在这样一个新冠疫情里面 我们看到也有国跟国之间的冲突 但是反而我们也看到 国跟国之间也重新的合作 重新的想要去体贴彼此而有新的转变 所以天父母 这就是一个能够从爱的力量 可以重新转变的美好 所以天父母 请你能够真的以这样一个心情 更大来保守这个环境 保守受苦难的人们 保守在这所有一切所面对的问题 天父母都在你的掌管里面 真正的把这个世界原来的理想 更大来成就起来 天父母 我们用这样一个心情 真心的 感恩的 努力的 在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心情 跟你报告 奉真父母的名报告 阿主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请进起格这边 代表祷告 我们在天上 大家的天父母 很心的感谢您 在这个世界 您所创造的天咒 是如此的美好 让我们能够在里面 在这之中 我们来感受 真 善 美 爱 在天父母 但是我们往往在当中 我们就会迷失我们自己 我们在顺境当中 我们在发达当中 我们并没有好好的来省思 好好的来感谢 好好的来反省 因此我们对环境 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我们在人跟人之间 也造成了很多的疏离 在天父母 而这一次通过这样的一个 新冠疫情这样的一个发生 让我们也能够借此 来重新的调整我们的生活 重新的来调整我们所追求的这些 是否如过往一年一样 是否是在浪费着您所赐下的宝贵的这样的生命 在天父母 除了反省之外 我们忠心的期盼 我们所有的人们 所有的宗教领袖 大家都能够团结合一 重拾来调 来为了在疫情的 一起的线上这样的祷告 希望我们在疫情也能够尽快的过去 到我们学习到这样的功课之后 疫情就会能够顺利的来解决来消失 在天父母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一起的 达到了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之后 黑暗即将过去黎明 就会到来 也盼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有受到伤害 或是受到影响 或是受到感染 甚至于是在这个已经去到灵界的 这些人们都盼望天父母 您保佑他们 来祝福他们 带领他们 让一切都能够蒙受您更大的祝福 先让这样感谢祷告 都是以祝福中心家庭 王君祺才能准备报告 阿祝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母 满心的感谢 感谢天父母 以及真父母的看顾保守衣衣带领 亲爱的天父母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中末的一个时代 在这样子一个末节的时代里面 我们知道是 你的爱 你的祝福要能够遍布在这个地方 但是 外奥上正是一个 我知道是 无知不能够 在无知下面是 没办法能够了解到 天父你期待的盼望的 在这地上的人 不是呢 感谢天父你的看顾保守 也是回改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的 过去的祖先所犯下的错误的内容 从家庭社会与世界 但是 亚当夏娃现于堕若而成为恶的父母 全能类及成为恶的子女 造成被恶主权 辖制的世界 于是 神一方面树立宗教施行设理 经由内的撒旦分立 进行心灵复归 并在另一方面 经由斗争与战争之外的撒旦分立 施行内外两面的主权复归 如此 人类历史借着内外两面 撒旦分立的复归设理 寻找可侍奉真父母的子女 以复归神的第二祝福 因此 观察以宗教为中心的文化圈发展史 与国家新王史 其内外两面之神主权复归的现象 就可知道 现世即是周末 首先 我们来查明文化圈发展史是如何奔流 而把现代导致周末的 关于文化圈发展史的问题 虽以屡次论局 但神参显圣贤们来到堕落人当中 按着指向善的本心树立宗教 并以宗教为中心心请文化圈 因此在历史上形成了许多文化圈 随着时代的潮流 这些文化圈互相融合或吸收 到现在已显示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一个 形成一个世界文化圈之趋势 此历史趋势是表示 以真父母耶稣为中心 所有民族站在弟兄姐妹的立场 复归神第二祝福的事实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相依点 在一起目的是树立全人类的真父母 所有的人类经由真父母重生成为善的死女 复归神创造本人的大家族世界 这意味着基督教是为了完成 复归设理目的之中心宗教 至今已显现出世界将以基督教为中心 形成一个世界文化圈 以人类的真父母耶稣以圣灵为中心 全人类都站在善子女的立场 复归神的第二祝福的现象 由此既无法否认现代就是终末的事实 其次我们来查看国家新王史 如何流向神主权复归之目的 把现代带到终末 只将斗争或战争单纯的视为 由某种利害关系或理念冲突而引起的结果 是不知神的根本设理所产生的错误想法 因人类始祖的堕落 人类历史以撒旦为中心的恶主权出发 形成罪恶历史 但是只要神的创造目的仍然存在 此历史的目的就必须通过分立撒旦来 复归神的善主权 假如在恶主权的世界里 没有战争也没有分裂 那么罪恶世界将会永远持续 而善主权也永远无法被复归 所以神及猜浅圣贤们来到堕落人当中 树立善的文化圈 兴起宗教 使教善的主权消灭教恶的主权 逐渐行使复归天方主权的设理 因此为了成就复归设理的目的 必须经过斗争与战争的过程 后篇将更详细讨论此问题 人类历史必须走向当简复归的设理路程 所以仅在某段时间内观察时 恶可能暂时获胜 但是最终依然败亡 被吸收于善的版图之内 因此战争所带来的国家新亡圣栓 应被视为复归善主权的设理路程中 不可避免的过程 神原本树立以色列民族消灭迦南七族 当扫罗王不遵守旨意 为灭尽亚玛利族与其家属时 即受到研伐 神不仅直接命令以色列人要灭族义族 并且被朝以色列选民倾向恶方时 也毫不惋惜的把他们交在亚述手中 使之灭亡 我们必须明白神如此做的理由 乃是为了消灭恶主权 复归善主权 所以同为天方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 将引起迫害善主权自体的结果而成为恶 但善主权要消灭恶主权 是为了达成神富贵设理之目的 因此成为善 如此撒旦分立的斗争历史 已逐渐来到世界性争夺土地与财物 已复归天方主权的时候 而人类即由个人到家庭、社会、国家 建设扩展天方的基台 达到将要复归世界的时候了 如此 为了分立撒旦的设理 由四族主义时代出发 经过封建主义时代 与君主主义时代 进展到现代的民主主义时代 至今人类世界已被分立成两个世界 天方主权的民主主义世界 与撒旦方主权的共产主义世界 从以撒旦为中心之恶主权 触发的人类历史 借着宗教与哲学 唤醒人的创造本性 逐渐从恶主权分立出善主权的势力 终于形成世界性对立的两个主权 但是 这两个目的的相反的主权 绝无法共存 到人类历史的终末时 他们必交叉于一点 以理念为中心发出内的冲突 这将成为根本原因 引发与今世努力为中心之外的战争 其结果将消灭撒旦主权 存留天方主权 复归成为神永远的单一主权 而现世 即是天方的善主权世界 以撒旦方的二主权世界 互相对立 互相交叉的时期 由此可知 现代极为终末 如此 由恶主权分立出善主权的人类历史 如同流动的着流 随着时间流逝 泥土沉淀 上沉的水逐渐清澈 乃至女与水完全分离 同样的 随着时代的进展 恶主权见次衰亡 善主权则走向辛龙 到了历史的终末 这两个主权交叉 一段期间以后 最后前者即永远灭亡 后者则成为神的主权 而永远存留 如此 善与恶主权之历史 路程交叉的时期 称为终末 并且 此时也是荡检复归 亚当与夏娃在长成其 完成其堕落的时期 所以 如同伊甸园中的始祖 丧失了忠心而现一混沌 全人类都会因思想混乱 而感到彷徨 在复归设理路程中 曾遭逢数次善恶两主权交叉的 周末时期 如同前面所述 挪亚与耶稣时 皆为周末 所以这两个主权曾互相交叉过 但皆由于人未能完遂 责任分担 而无法灭尽恶主权 因此 神必须再度施行主权分立的设理 在耶稣再领时 会再度出现两个主权的交叉 复归设理路程 就如此反复 相似之周期性的螺旋状 经过圆形运动 只向创造目的而发展 所以在历史上 即必然形成同时性时代 第三祝福复归的现象 神的第三祝福意味着 亚当以夏娃完成后 将具备对被造世界的主管性 人对被造世界的主管性 包含内外两面的主管性 却因为堕落而丧失了 到了时刻 看到他正在被复归的现象 就可知道现代即是终末 内的主管性就是心情的主管性 以及人若完成个性 就能与神心情一体 因而能照样体验